第四題 假設一支籃球隊共有10名隊員 其中包括中鋒3人、前鋒3人和後衛4人 若比賽開始時的先發陣容由中鋒1人、前鋒及後衛各2人組成 則先發陣容有多少種可能 首先我們來看中鋒,中鋒1人 中鋒裡面有3位選手,所以中鋒的排列方法、選取方法就是吸3取1 接著我們來看前鋒,前鋒我們要選出兩個人,前鋒總共有3名選手 所以前鋒的選法就是吸3取2 我們再來看後衛,後衛有4名隊員,我們現在要選出兩個人 那麼就是吸4取2,那麼要依序完成才組成了先發陣容 所以我們利用乘法把它相乘 所以就會等於吸3取1是3 乘上吸3取2是3 再乘上吸4取2得到是6 計算結果總共有54種方法 所以題目說,那麼先發陣容有多少種可能 計算結果我們得到有54種可能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